无论在美国生活、工作还是短期学习 都可能与美国的法律打交道 但由于东西方观念及社会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 许多来到美国的移民对美国法律只有模糊的认识 我们整理出一些代表性的案例 让新移民作为前车之介 同时也提供一些建议供大家参考 希望大家的美国生活能够幸福美满 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法律威克堂 本节目将在YouTube洛杉矶华人资讯网号视频频道首发 每期时间每天晚上10点上线 欢迎大家准时收看 下面我们来看案例 积极应对反倾销,旁门左道不可行 作为全世界最大的蜂蜜消费国 美国蜂蜜消费量中约60%需要从海外进口 亚洲是世界上最大的蜂蜜出产地 而中国又是亚洲最大的蜂蜜出产国 凭借着庞大的产量和低廉的劳工价格 中国蜂蜜在美国市场上一直具有很强劲的竞争力 然而从2001年起 美国商务部认定来自中国的蜂蜜 在美国销售价格低于平均的市场价格存在倾销之嫌 因此开始对中国蜂蜜征收高达34%至184%的反倾销税 让不少来自中国的蜂蜜出口商利润大幅下降 廖先生多年前随家人一同移民来到美国 由于之前在大陆的海关部门工作 他熟知货物进出口的贸易流程 以及货物进口清关和报官等程序 来到美国后 廖先生经过简单的培训和学习 便考取了美国海关报官师的执照 设立了一家独资报官代理公司 并利用自己的熟知中文和语言优势 专门受理于中国企业向美国出口货物相关的报官业务 一家蜂蜜进口商 由于已经和廖先生合作多年 廖先生对他们常年进口的货物品种和产地都十分熟悉 大多是来自中国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各种蜂蜜 自美国商务部开始对由中国进口的蜂蜜 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后 廖先生发现找其帮忙报官的客户中 中国蜂蜜的进口商 越来越少 有些进口商大批量减少中国蜂蜜的进口量 还有些进口商直接放弃了中国蜂蜜的进口业务 而这家与廖先生合作已久的进口商却独辟蹊径 认为被征收如此高额的反倾销税 不如采取换汤不换药的剂量 将产自中国的蜂蜜转移澳洲 改换成澳大利亚生产包装 并不会受到反倾销税的影响 由此一来廖先生从这家进口商处获取的文件均显示 等待曝光进口的蜂蜜产自澳洲 因为澳洲每年出口到美国的蜂蜜数量极为有限 进口如此大批量的澳洲蜂蜜 不禁让经验丰富的廖先生觉得蹊跷 他怀疑进口商与出口商联手伪造蜂蜜产地 以躲避高额的反倾销税 抱着谨慎小心的态度 廖先生试探性地询问了该进口商 有关蜂蜜产地的疑问 但进口商很坚定地解释说 是由于出口商改变了业务经营范围 才导致了蜂蜜产地的变化 多年的合作关系使廖先生放松了警惕 一如既往的帮助这家蜂蜜进口商 以澳洲为产地爆了关 一晃两年过去了 廖先生和这家进口商的合作一直很愉快 每一次爆关的澳洲蜂蜜没有出过任何纰漏 直到有一天 美国海关的执法人员手持搜查令 突然闯进廖先生的办公地点 依据廖先生为澳洲蜂蜜进口商的报关记录 执法人员依法逮捕了他 随后廖先生被指控于进口商 共谋转运进口假冒货物和违法报关 将面临5至10年的劳刑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红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被捕的廖先生很委屈 但海关执法人员强调 作为一名资深报官员 理应警觉并意识到这些蜂蜜 是经由转运的中国蜂蜜 因为同一家蜂蜜进口商 在美国商务部对产自中国的蜂蜜 征收反倾销税之前 进口蜂蜜的产地为中国 而在征收反倾销税之后 蜂蜜产地便变成了澳洲 不得不使人产生合理怀疑 并且由于蜂蜜是由昆虫蜂蜜 从开花植物的花中采得的花蜜 在蜂巢中酿制的蜜 因此不同种类的开花植物 便决定了不同种类的蜂蜜 而由此不同种类的蜂蜜 便拥有了自己独一无二的DNA 作为报官人员 当对进口蜂蜜产生合理怀疑之时 应当要求进口商提供蜂蜜的检验证明 而不应当凭借合作历史 而轻易相信进口商的陈述 通过律师的距离力争 廖先生最终得到了检察官的同情 双方经过几次协商 最终达成了认罪协议 由于进口商是罪魁祸首 廖先生同意帮助检察官 指认进口商并提供所需的所有证据 并且作为污点证人 来指证进口商的不法行为 尽管逃过了劳刑之灾 但廖先生近几年的收入 因为属于非法所得而被依法没收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美国虽然是一个追求贸易自由的国家 但当国内产业因外国倾销某种产品 受到损害时 会对外国倾销产品征收相当于 出口国国内市场价格 与倾销价格之间差额的进口税 即反倾销税 中国企业在面对反倾销税时 应当积极应对 利用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聘用熟悉WTO关于反倾销的 法律制度的律师 合理利用WTO规则 和争端解决机制处理反倾销纠纷 一旦反倾销税法律已定 贸易商就必须遵守法律 尽管业者认为这些关税不合理 但是仍必须依法行事 我们来看下一个案例 同业统一定价 触犯反托拉斯法 素有车轮上的国家之称的美国 不仅是世界上拥有汽车最多的国家 同时也是汽车制造大国 在台湾经营汽车零配件 制造多年的高先生 他的公司 每年有超过90%的订单来自美国 丰富的交易经验 使高先生对美国市场了解甚深 早就约约欲试 想要进军美国的汽车零配件销售业 2010年 高先生经过详尽的市场前期调查 最终选定洛杉矶作为自己公司 在美国的营业地 由于高先生大陆也有着广泛的人脉 和很多作为美国品牌汽车代理零配件的厂商 都有着不错的合作关系 他对公司在美国的发展前景十分有信心 经过朋友的介绍 高先生有幸结识了一位 拥有多年从业经验的犹太义经理罗杰 随后聘用其作为公司在美国的总经理 但是公司开始运作起来之后 高先生很快就发现万事开头难 美国的汽车零配件销售市场虽然很大 但将近90%的市场份额 都被两家大型台商所瓜分 自己不得不与美国境内其他上千家 大大小小的销售商争抢 剩余10%的市场份额 竞争非常激烈和残酷 高先生不得不对自己所经营产品 精挑细旋 保证质量与另两家大型台商的产品质量不相上下 同时将自己所销售产品的价格 较另两家大型台商的同类产品价格 下调15% 以博利多销的策略来吸引更多的顾客 经过一年的艰苦打拼 高先生的公司出奇制胜 累计销售额已占到了整个美国市场的20%之多 这很快便引起了两家大型台商的注意 为了抢夺自己失去的市场占有率 同时为高先生的公司施加压力 两家大型台商联手将所经营产品的价格下调20% 罗杰先生见状也示弱 于高先生协商后将产品价格继续下调5% 达到与竞争对手不相上下的价格水平 如此经过一年多的恶战 三家企业的利润已经接近亏本的边缘 其中最大的销售商在台湾向另两家销售商提出了和谈的请求 并提议尽快结束当前价格战的残酷局面 三家联手统一定价将价格恢复至最初的最高水平 参加谈判后回到美国的高先生 就谈判内容询问了经理罗杰 罗杰听后坚决反对联手台价的提议 这样不仅会减小公司的生存空间 还会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律 高先生虽然很认同罗杰先生的意见 但若单方面放弃联手提价 则可能维持现在的局面 最终也会面临巨额的亏损 为了稳定住公司的市场占有率 并加大利润空间 高先生经过慎重考虑 决定将公司出售给另一家投资公司 公司结构变更后 新股东一致投票决定联合另两家竞争对手 提高至统一价格 并决定开除不服统一条价的罗杰经理 没想到罗杰一气之下 将三家参与谈判的公司 一并告知美国司法部 当另外两家销售商的负责人 刚刚抵达洛杉矶 准备签署联合定价协议之时 被司法部门的执法人员当场逮捕 并且不允许保释 由于涉嫌违反美国反托拉斯法案 所有参与统一条价的三家公司 流动资金全部被冻结 参与的公司主管被起诉 除将面临5到10年的劳刑外 还可能被罚巨额罚款 下面我们来听听邓宏律师对此案的分析 作为一个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 美国社会相信 有竞争才有进步的理念 因而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 确保本国市场的充分竞争 并且预防反竞争性的 任何商业合并与企业经营 通过不断维护和完善 有效的竞争机制 而实现市场主体的优胜劣汰 从而使消费者享有更加廉价 和制优的商品与服务 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案 主要联邦立法有三步 第一步是1890年国会制定的 希尔曼反托拉斯法 该法奠定了美国反托拉斯法案的基础 全文共八条 主要内容规定于第一和第二条中 第一条规定任何限制州计间 或与外国之间的贸易 或商业的契约 以托拉斯形式或其他形式的联合 或共谋都是非法的 任何人签订上述契约 或从事上述联合或主谋 将构成重罪 如果参与人士公司 将处以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罚款 如果参与人士个人 将处以不超过35美元的罚款 或三年以下监界 或由法院酌情并用两种处罚 第二条规定 任何人垄断或企图垄断 或与他人联合 共谋垄断州计间 或与外国间的商业和贸易 将构成重罪 如果参与人士公司 将处以不超过1000万美元的罚款 如果参与人士个人 将处以不超过35万美元的罚款 或三年以下监界 也可由法院酌情并用两种处罚 1914年 美国国会制定了第二部重要的 反托拉斯立法 克莱顿反托拉斯法 作为对希尔曼反托拉斯法的补充 该法明确规定了 17种非法垄断行为 其中包括价格歧视 搭卖合同等 1914年的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授权建立联邦贸易委员会 作为负责执行各项反托拉斯法律的行政机构 其职责范围包括搜集和编撰情报数据 对商业组织和商业活动进行调查 对不正当的商业活动 发布命令 阻止不公平竞争 我们可以从此案得到的教学是 商家为了争取市场份额 有时会采取某种排他行为或策略 偏离于增强产品本身的创新型与实用型来竞争 那就有可能损及或扭曲了市场的正常竞争 若只因商家欲减少竞争 最终目的在提高价格 则反托拉斯法 正是针对这种行为而设 不仅公司会受到巨额罚款并影响名誉 公司内部的主管还会受到刑事处罚 遭受牢狱之灾 因而在亚洲地区盛行的同业工会 经常在同业间达成的协议 往往会被解读为托拉斯行为 如果这些协议涉及到美国市场及美国消费者 都可能会引致刑事责任